在案揭申请中 借款人一般需向银行提交3至6个月薪金入帐银行纪录 公司粮单及税单 强积金纪录等 让银行评估期还款能力 随着本港防疫措施解除及与内地恢复通关 市场经济活动走向复尝 过往受影响行业出现显著反弹力 不少从事相关行业人员的入息 在近数月从10可观增长 有些甚至以回升至疫前水平 既然入息显著回升 申请案揭起不是必然获批 以一个案为例 客户陈小姐于一家高端 及奢侈品牌公司任职销售经理 公司三二额 及员工入息受旅客 及本地购物消费人流影响 故此疫情期间直接受封关 及防疫措施冲击 近月通关复尝带动业务逆反弹 陈小姐入息显著增加 税为他扣入的新盘单位申请案揭贷款 陈小姐计算自己最近六个月入息水平 符合银行供款要求 但却租银行拒绝批出案揭 原因是银行之间评估客户 还能能力的方式不尽相同 有些银行行量税单 及量单入息取低者为准 银行有见陈小姐 以税单计的入息大幅低于量单显示的入息 量者差距近一倍 审慎喜见以相对较低之税单入息计算为准 导致陈小姐的入息水平未能通过供款占入息比率要求 为何会出现这情况 由于税单只反映对上一个货税年度的入息水平 若从事营销业务薪金以佣金占比较大 当市放回稳营商环境向好 入息已大幅增长 并可在最新月份的量单显示 然而税单则未可反映这个最新状况 故此税线和量单入息差距甚大 中原按揭顾问了解陈小姐的个案后 协助向银行讲解有关情况 银行在复核后 亦认同疫情影响已减退 通关复偿下经济势头 正在向好发展 市场消费力已恢复 故同意以陈小姐近半年 以回升之入息计算供款能力 最终九成按揭保险计划 亦获成功批出 并享有市场优惠按揭息率